好的 歡迎各位回到OLIMO LEAGUE第149週的週賽 那現在要為各位帶來的比賽呢 是 16強喔 16強的部分 第二組的16強 這一場呢是由Zest對上去 是PVT 一個對決 雙方第一張地圖來到的是電子叢林 然後在地圖的左上方 紅色的人類選手是 Dream 地圖右下方藍色的神族選手 是OG戰隊的Zest 是GiZ Milch到這邊 公兵出門偵查喔 按照慣例先來亂一下 伸出工兵來偵查先墊你蓋兵營的 貪汙工程車然後再吸你的狂 然後吸一吸要離開前再去墊一下你的工兵 這邊直接出槍兵這邊為了要驅趕這一隻工兵 REST探測機是安全生還 來看一下REST這邊 加速這邊沒有開到那個 這個加速生產是教室 接著REST這邊在家裡放下星際之門 這個會不會是打算打一個三仙之家大量教室的一個 的一個壓制 這邊來看一下REST的第一個選擇教室 第二個後續直屑在接教室 這邊 第二隻教室後續還是在接教室 我們來看到這邊第一隻教室來到了Gym的二礦血坡口 已經被點殘血的情況下只點掉一隻 點掉一隻槍兵 這邊REST的教室在移動軸位上稍微出現一點失誤 被槍兵給擊殺掉 這邊REST開始生產先知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的是Gym這邊在生產的是 兵營兩倍在產槍兵 然後軍工廠生產的是飛彈車 然後我們接著就要來看一下Gym這邊的星際港 等一下生產的是什麼 這邊如果不是升圍巾的話 等一下三先知過來會很難守 神際港完成的情況底下 Gym這邊是掛下科技實驗室 然後看起來是要出塗壓 來看一下 Gym這邊目前應該也在生產坦克 先知從車一罩過來點工兵 兩隻 第一輪進來點了兩隻的工兵 那這邊Gym後續是在生產坦克加槍兵 喔這邊 怪王科技實驗室的星際港直接果斷的出圍巾 這邊會出圍巾的原因是因為其實人類現在也知道神珠在走VS線的話會有這麼一個三先知加大量教室的打法 那在防守這一套打法的情況底下人類如果沒有圍巾 那有可能因為你的槍兵是同時被教室跟 先知屠殺 所以有可能你的槍兵會先消耗完 然後他的先知還留存的情況底下人類將會沒有任何的對空手段 因此這邊生產圍巾來做防守 是防止神珠打三先知這個打法最好的一個手法 這邊大量教室直接飄進來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坦克雖然架起來了喔 可是 雖然是架起來可是沒有辦法達到任何的輸出 教室直接貼在坦克旁邊 但是這裡 Yes 直接把教室解 欸 把 對不起 Gym直接把坦克解除喔 但是 A邊的擊殺數 看一下已經來到四股 其實是其實還不算太多的一個死傷 並且我們這邊可以看到是Gym的這個部隊反推喔 那ZEST這邊反而教室的死傷慘重 我們這邊看到雙方戰損上是 完全是一個非常大一個落差喔 ZEST這邊有一個絕對的戰損虧損 金礦多50瓦斯多325 那至於Gym這邊只有800金礦的一個粉絲 雙方在 呃工兵樹上雖然ZEST的多一隻喔 不過Gym這邊的三基地已經完成 ZEST的還沒開三礦情況底下 ZEST這邊只能打一波了 傳送我們數量已經補了起來喔 現在是兩礦 但三基地還是放了下去 在現在的版本神竹礦開的比人類慢 其實是相當難打的喔 因為現在神竹都已經非常習慣性了 就是給人類要找個礦 好ZEST的這邊機械製造場下去 那這邊是先知加閃追過來做壓制 但是Gym這邊在 二礦高處是有一台坦克在協助做防守 那ZEST這邊就是稍微給點壓力 那家裡再續更多的閃追到前線 感覺ZEST應該在等後面那一台人進喔 等一下要直接閃追跳上來之後 直接在你的祖礦傳 Gym這邊在失去這台坦克的協防情況底下的話 這些部隊應該是打不贏 等一下還可以要傳的 要傳ZEST的階段喔 這邊閃追直接跳進祖礦 先點壓一台雕琴 再集合點壓危機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的是打征現在正在研發喔 還沒有完成喔 好這邊 再丟一把天啟 閃追慢慢操作直接往後跳 這邊打征雖然完成了 可是Gym的部隊只夠防守一線 這邊抽出了主攻所有工兵來協助自己的對奪者做防守 GEST這邊 先知開啟了技能 不過這先知初略奪者超級不通 哇這邊硬是守住了 硬是守住了 ZEST這波部隊掉完喔 那Gym的工兵是死傷慘重 目前是剩下39隻 總擊殺來到26 剛剛是4隻下26 這一波是擊殺了一整框的工兵 22隻 但是像我剛剛所說的Gym這邊的3GD 其實是必早完成喔 所以縱使Gym這邊的工兵落後 那經濟也不見得是顯得落後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ZEST把自己的先知送到Gym的主礦開始屠殺工兵 那Gym這邊是把自己僅有的部隊直接的往前壓 ZEST在前線用閃追先稍微拖了一點時間 家裡再刷了一輪兵 這邊狂戰士衝鋒還沒有完成 不休者出來了 狂戰士衝鋒沒有完成的情況底下 這邊是很好操作的喔 對於Gym來說 狂戰士被消耗完 這個衝鋒還沒有完成嗎 好 衝鋒完成了 衝鋒完成的情況就不一樣了喔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要傳一排狂戰士 這個冷靜 載著不休者直接被點掉 狂戰士發瘋式的往前衝 後面有一台坦克 稍微不知道為什麼從後面過來 直接一排立場擋住 Gym直接用醫療體把自己少量的生化部隊載了起來 走到坦克旁邊 站在立場的後方 稍微做一點掩護 ZEST這邊家裡再傳兵 死命要守住這一波 雙方人口目前有30人頭的落差 領先的是Gym人類最主 ZEST先用追劣跳到了坦克後方 Gym人非常漂亮的截掉這一波 Gym人這一波進攻呢 對於ZEST的經濟沒有達到任何的傷害 也是交換了ZEST不少的部隊 ZEST這一邊在守住這一波之後呢 家裡是開始要轉高階聖堂女士 ZEST這邊開始在轉解放解 ZEST再用追劣向前去轉了一些生化部隊 現在雙方目前都是三況營運的狀況 但是 Gym這邊明顯在部隊量上是來的比較多的 ZEST這邊如果想要挺住下一波的進攻 就是要把 高階的閃電完成 並且要把高階四堂武士的數量給蓄起來 至於在Gym這邊目前已經在提升的是解放者的色彩喔 那這邊 如果Gym的四況沒有開起來 Gym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支援轉幽靈特務 那到時候就變成解放者 是Gym對ZEST的唯一優勢的一個兵種 這邊Gym打算撤動了一波雙線 Gym的這一波雙線是打算同時進攻ZEST的三況跟四況 不過ZEST的四況並沒有放下 目前是三況狀態 ZEST的在地圖左下角藏了一顆水晶 是不是有被Gym看不到 不過傳了三隻狂戰士直接繞過去 ZEST的這一個閃爵非常漂亮的往前跳 在Gym左下角的部隊撤退的同時 閃爵往前跳 硬生生是減掉兩台醫療體 ZEST在這邊不斷的利用閃爵在消耗著Gym的一些地面的生化部隊 但是空中解放者數量是越來越多 在 ZEST這邊沒有轉出暴風線以前 已經很光要用閃爵對抗非常大量的解放者 太好對 所以閃爵跳回來再優先兵力邀請 目前狀況的話 Gym這邊是四況開始營運 ZEST四況蓋到一半 那目前是三況營運中 但ZEST的部隊量已經慢慢的拉起來 然後跟Gym只有8人口的一個差距 但是Gym這邊的解放者數量已經來到了 11台 超過了兩位數非常多 而且解放者射程已經提升完成的情況底下 在架起解放者之後 而且解放者射程已經提升完成的情況底下 解放射程已經提升完成的情況底下 在架起解放者之後 解放射程已經提升完成的情況底下 其實神族這邊要找一個好位置去貼解放者 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ZEST這邊不斷地用閃爵在消耗的解放者 然後ZEST兩把閃爵一下巨星消耗一下 Gym的生化部隊血量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雙方人口落差 Gym有40人口的領先 Gym現在是193對上ZEST的155人口 雙方攻命術的話 Gym多死 雙方攻防都二攻二防 接著就要來看一下 ZEST這邊能不能用魔法兵種 對Gym有一個有效的打擊 ZEST這邊空投 這個 不同 哇 人進直接被解放者抓爆 警方底下RECALL 全掉 哇 我沒猜錯這裡面應該是裝高階吧 哇 四隻高階的損失誒 不知道剛裡面是同仁制還是高階 這邊 Gym的部隊200人口進行前推 ZEST這個防守上 暴風箭剛轉出來 只有兩台 非常的刺激 D面的部份的話 高階四萬武士都沒什麼能量 閃電器 閃電能力的武法是不是不夠多 這邊 我們這邊封住了ZEST的二礦斜坡的下方 就在自己平面的生化部隊上成兩格 一半去打ZEST的三礦 另外一半持續在ZEST的二礦口 做一些壓制 然後Gym的這一波兇猛的壓制喔 ZEST的抵擋補助的情況底下直接打出了GG 這樣ZEST的就是直接被經濟壓死 一個經濟落差 導致後面的兵量上其實落差蠻大的 尊重任的地位 等於身一位 在一起 尊重任的地位 但是 在那個天啊 就在一個天啊 當天啊 有一個天啊 就在那一位 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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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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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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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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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